这个摄影展我的看法是他表达了两个重要的议题 志工人员向立伟张家俊还有众多民众细细解说作品 近来云林空屋造成台西麦辽等地区的农渔业 遭受到严重的生态破坏 摄影师举办这场南风摄影展 希望藉由展览换起大家对于空气污染的重视 根据国内外研究报告显示 细旋幅微粒PM2.5 最大的排放源是电业设备燃烧石油焦与煤所产生 因此立伟张家俊二号这天是特别与乡亲到台中科博馆 除了参观摄影展之外 也将联署推动空污法防治法环保基本法修法 禁止燃烧石油焦与煤矿 希望借此减少细旋幅微粒PM2.5的排放量 保卫乡亲们的健康 透过联署让中央让政府了解到我们云林县 真正处在我们每一天都在呼吸 每一分钟都在呼吸 我们所呼吸的品质空气的品质 如何让中央去慎重的去重视我们的这个品质 因为这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 那是全面性的 包括台电它也是PM2.5很大的制造者 包括中刚也是 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因为禁烧石油焦 就是电业设备禁烧石油焦 这是一个层级比较高的 绝对不是只局限在云林县 也不是只局限在六清 是一个全面性的 但是这个才有办法来改变我们整个全国的 现在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委员也指出摄影展的影像带给他深刻的感受 台湾必须体认过去只重工业轻忽环保政策 对这块土地所造成的伤害 真诚面对错误反省并且弥补 将会全力推动法案改善空气品质 新闻是卷台中采访报道